中央社记者江佩玲台北18日电公式新创电影与光点画商电影馆合作推林一惊悚影展恐怖来自于深沉的爱 播映全新电视电影乒乓其零头戏 今天两部作品导演与演员吴康仁 李一杰出席记者会宣传公式新创电影是继人生剧展与学生剧展后推出的新品牌 其中着流最后的诗剧推出后好评不断 也获今年金钟奖多项提名 乒乓由年轻新锐导演简雪斌指导 男主角邀来吴康仁饰演校园做球队的严格教练 吴康仁回忆当时是一边拍偶像剧一边参与这部戏演出 由于时间上较紧凑 因此到片场也没什么化妆 尽可能达到导演要求 谭吉入围金钟奖男主角 吴康仁表示他在2009年电视收视率环不差的时期入行 到现在见证到电视圈的大起大落 很多优秀又有诚意的作品 常没人关注 期盼观众能多支持 像公式新创电影系列作品叫好 也要叫做临头戏则是年轻导演洪子鹏首部长片作品 女主角由李毅杰主演 但他自认超胆小 李毅杰回忆 由于拍摄地点常在废墟或山上 很怕打扰到另一个世界的人 但还好拍摄现场有宫妙的公主在旁守护 吴康仁和李毅杰7年前曾合作演出导演张作季的电影大爱来的时候 今天再度重逢后面李毅杰说看到吴康仁像看到旧情人的感觉 吴康仁则大力称